大家好,欢迎来到天神区块,我是天神 今集就要和大家介绍一个新兴的热门赛道,就是Resticking 随着以太坊的共识机制由Proof of Work POW,转为Proof of Stake, POS之后 市场上就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赛道就是Resticking 什么是Resticking?就是说现在POS的机制底下 如果你想去挖这个以太币,成为一个折点的验证者 你就需要拥有至少32颗以太币,才可以有这个基本资格开始 现在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一笔钱,32EF去做的 但你又想去参与这个验证的回报,那我们可以怎样做呢? 现在就有一些platform,例如这个LIDAL,就是一些Staking的platform 让你Stake任何数量的以太币进去 它有一个Staking pool,它就会帮你group在一起 32EF,就可能给一些他们想做折点验证者的一些供应商 就去提供这些资金给他们 当你Stake了这个以太币之后,你就会获得一个权益证明 这个权益证明在不同的Staking平台都有不同的名字 如果是LIDAL的话,我们就叫做STETH 如果你是其他平台,全面的代号就可能是不同的 LIDAL就是用ST开头 它给你这个权益证明的时候,你就可以透过这些权益证明 即是STETH 再做一个Staking 而IgenLayer就是提供一个这样的服务 它将你们这类型的权益证明 再给一些捷点验证者或者AWS使用 而且它也是集中提供一些网络安全性给一些不同的AWS的公司 例如可能是说一些跨链桥 说一些是SiteTrain 就是一些副链 非常之需要这一类型的一些安全性的服务 或者是这个Restaking的资金支持 稍后就会再看多一点 简介住这么多 因为整个过程相对上,我觉得如果你是刚刚入币圈 相对上是比较多的概念要够了解 那么今集尽量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也会讲一下这个IgenLayer 究竟怎样可以参加到它未来的预期空头 这个也比较重要 因为IgenLayer 将会是这个Restaking里面的赛道龙头 在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和赞开这个频道 我就会定期每天为大家送上不同的热门币圈资讯 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黄金机会的话 记得订阅和加入会员 最低只需要10元 你就可以支持我的频道 继续送上更多好的消息给大家 亦都要注意 我这个频道是不会提供任何financial advice 我只是提供一个资讯给大家参考 首先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以太坊的近况背景 因为都比较重要 因为我们讲这个Restaking 其实变相是涌泡泡沫 大家都明白 当你Stick完之后 你再拿Stick了那块钱 再去做一个Restaking 现在这一段 我们就是变相 将我们的风险 做了一个杠杠 原本我们Stick了 就一层风险 我们Stick完之后 再拿他的权益证明 再Stick多次 那个风险就会Double 所以我们必须要 在市场状态稳健的情况下 才可以玩这些 如果你试试 刚刚加息周期开始 Luna爆炸的时候 然后玩这些 你一瞬间就爆炸了 所以你见到最近以太坊 创了近期的新高 2800元 都挺厉害 你说和21年牛市对比 其实已经是差很少 现在还要是讲 在刚刚没有以前 那么厉害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来到 2800元 轻松地来到 证明了都挺好 牛市就不远了 所以大家就要继续坚持 和要学习多些新的赛道知识 大家也要理解什么是POS 刚刚也介绍了那个机制 那些验证者 如果你想出快 就是想挖的以太币 透过验证这个捷点 你就需要 Lock up 32 颗以太币 至少 所以就是 至少有一个门栏 Lock up 完 你还要有一个 Hardware 就去 support 所以 我们就出现了 类似Lido 这一类型的 Staking 平台 就去帮你把所有想参与这个验证 但是他又不想自己来的人 或者他不够钱的人 就去参与这个活动 而Lido 当你Stick 了下去之后 他会给你一个 STETH 那一个 你就可以 做一个 Restaking 为何我们这个赛道 是会诞生了 你可以看一下 Restaking 的机制 首先我们有很多不同的Sticker 就是我们这些散户 OK 那我们就把以太币 可能一粒 那就去Stick了它 那group 了一个池 例如刚刚在Lido 那里 那我们就会 拿到那个 StETH 那StETH 是一比一对 你的if 你可以随时 换出来 原本在这个上海升级之前 你是没得拿出来的 Stick了下去 之后呢 当上海升级完成了之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 终于拿出来 增加你的流动性 但现在 Restaking 出来之后 你是可以 吃了第一层Sticking的 4%的一个APY 但现在这个Restaking 赛道出现了 很多人就会 Stick完第一层 例如在Lido Stick了 它的以太力币之后 拿了可能4%的APY 那它会再做一个Sticking 因为Lido刚刚说过 会给你 STETH 那现在 Igeneer 就是负责 将你的STETH 重新 再group多次 就去给一些 有需要的 AWS 就是一些 供应商 或者是一些 捷点的验证者 而且呢 这个需求 随着 之后的 陷坤升级 可能Layer 2 那些 受惠了之后呢 相信那个需求 是会大增的 再加上 如果牛市来到 譬如以太坊 你真的可以重新 上到三四千 市 FOMO 这一类 黄金螺旋 就会非常之夸张 但同时 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个风险 如果你看到 市不对路 你也是要小心 因为 那个风险是增加了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这些是泡沫 情况就是 你和人 去买楼 你买楼之后 大家可能收到 各自份额的房产证 然后你再把这个房产证 拿去抵押 然后又去买其他楼 等等 或者做其他东西 你看到那个风险 是很厉害的 之前的金融危机 也这样爆 但是 都是那句 大家要看着市场 去做人 好了 先和大家 看了第一层的 staking 它有很多不同的project 都有做的 LiDol是其中一个 之后 我们又可能有 这些swell 这些都是可以 给你做一个 第一层的 staking 第一层的staking 多数 APY 都是3.6 4%左右 你不能要求更多 当你staking完之后 它就看到 有个extring rate 1ETH 就给你1stETH 之后 你就可以 来到 EigenLayer 做一个restaking 但是我想说 这个restaking 赛道 真的非常热闷 现在 是钱多得 要暂停deposit 相信 随着之后 它不断去 抗争 它的容量 应该很快 就可以再去 做一个restaking 现在都有其他方法 可以做到 但是你看到官网 你按进去 它已经停止了 deposit 所以你看到 这个赛道有多热闷 因为基本上 你就知道这个市 近期这么旺 再加上 新兴赛道 在短期内 是相对低风险 但是高回报的 我在说币 勸你不要用其他的 可能是 REV2的资产 或者股市的资产 来跟我比较 我在说REV3 再说 这个EigenLayer 的背景 它是由 一个 华盛顿大学 CSE 计算机工程的 副教授 去发行 它叫做 Canon 就是EigenLayer的 Founder 它这个概念 一出来 它已经是 提升了5000万美金的 一个融资 在上年 3月多的时候 估值 只是说 EigenLayer的 Token 已经有 5亿美金的 一个估值 所以你可以这样 计算 这个币 你一定是 飞天 你上架的时候 你也肯定 Binance 这些一定是 上硬的 除了Stick 或者ReStick 取得APY之后 其实你现在是 空头预期 所以 你可以一箭双丢 都挺和味的 我觉得现在 这个利润 未必会是 输给你 Stick 这些 Layer2的 project 比如 Blass 等等 这个也是 非常之努力 你可以看到 它的领头人 就是 Blockchain Capital 还有 Coinbase Polychain Capital 全部都是 大型 VC 所以这个项目的背景实力 一定是 超级之厉害 你可以看到 这个EigenLayer 主要服务 三类人 你可以去他官网 看看 Ecosystem 这个位置 你可以看到 分别就是 AVS Roll Up Operator 都会用到 这个EigenLayer 我们现在看到 Layer2 其实你的竞争很激烈 你看到 水 Arbitrum OP 之后 Blass Manta 越来越多Layer2 赛道 我相信随着 陷坤升级 利好 Layer2 Roll Up 律坎 相争 如人得利 EigenLayer 是最后的受惠者 因为你最后 这类型 Layer2 Side Train 和Roll Up 都是需要用到 它的Service 之后我立刻和大家介绍一下 有几个Platform 现在是主流 大家是用来赚 EigenLayer EigenLayer的分数 因为官网推荐给你 Restaking 的方法 或者币种 基本上很多 都已经停止了 Deposit 现在 首先介绍了 那几个 Eva.fine Rental Swell 和 Club 这些全部 都可以 赚到 EigenLayer 的分数 也有一个 官方合作 你看到 Eva.fine 可以开始赚 EigenLayer的分数 当你Restake了之后 你就可以来到Dashboard 看自己EigenLayer的分数 大家可以一路Stake 一路看着分数的进展 这些分数就是你将来拿空头的筹码 Eva.fine 我主力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想做一个Restaking 可以试试这个Platform 特别 你看到 他有一些 其他的Restaking 方法 他提供给你 譬如这个Pandle 这个Pandle 他就会提供 2x的Eva.fine Loyalty Point 什么意思呀 我刚刚介绍的Platform 都未有AirDrop 你可以返回他们的AirDrop 又同时返回EigenLayer的AirDrop 现在你在Pandle上玩 或者其他平台 譬如Curve Term 去做一些Restaking 你就可以拿到2x的Loyalty Point 我们的主力 就和大家去看Pandle 这个平台 很多人 也是用Pandle 这个Pandle 你看到 去到他的website 你可以看到 EETH 这个就是第1层的Staking 大家要注意 你做了第1层 还是第2层 第1层的Staking APY 只有几% 你要做Restaking 你的APY 才可以 有个增加 你看到 拿着EETH 然后来到Pandle 这里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YT 一个是PT 这里非常要注意 它是会严重 影响你最后的回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Pandle 它的玩法 有两种 我先介绍了 那个玩法 刚刚说过的PT 就是 如果你想 Stake 一粒 以太币 它会给你一个 9折 例如$2800 你就可以用$2500的价格 开始做一个 Staking 去做一个Staking 当你 到期的时候 你就可以得到 APY 那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YT 就有少少不同 YT会有少少降降 比如你入1EETH 它就可能会给 10EETH的 回报的利息 但是你 就没得收回本金 所以如果你的利息 如果是低于 你的本金 你就会输钱 这个你就要输 有些人 他就在计算数 究竟PT YT 哪个 好处 大家都可以自己去计算数 这就不方便 给一个建议大家 但如果你想稳定一点 你纯粹去 farm Airdrop PT 会比较稳定 然后回到来 刚刚说了 你按进去 你选择好了 你决定那个 Metford 之后 你就按进去 你就开始 swap 就利用这个 EETH 去re-stack YT EETH 你就可以成功 开始去赚 那个分数 以及赚 APY 你就可以去 这个 Platform 的dashboard 去检查 自己的分数 记得 一定要定期检查 如果不是 Stick了 没了 你就浪费了 时间 同时间 你也可以回到 Ether.fan 去检查 那个分数 你看到 Loyalty Point 包括PantoPool 的 这些平台 稍后再跟大家介绍 Swell 这些也是 做第一层的 Sticking Stick 后要回到 Either Layer 做re-sticking 之后 这三个 Platform 等多些资料 出来 再跟大家介绍 现在大家可以试下玩这个 Ether.fan 如果你有兴趣 今集就先讲到这里 你如果聪明的话 你就知道 这个资料 究竟那个未来 潜力 究竟有多大 你说至于 它的机制 例如 白皮书里面 如果你想知道多些 你都留言跟我说 你想不想听 可能大家根本上 完全没有兴趣 那我就不说 但如果你想知道 将来也有机会 一起看一下 它那个白皮书里面 那些细节内容 包括它究竟 怎样真是 去做到 可以提供一个 Security 给一些 AWS的 公司 或者是 项目 OK 那我们下集继续 我们下集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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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